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方面你有研究 不是 我有研究 那个北京文学 它有一个中篇小说《月报》 我还一下子 我继承这选刊 不是选刊 《月报》 《月报》 今年第五期上 有一个卡拉菲的小说 这个小说叫小说 它更带有一种 政论 杂论 散文 反正它那个体 就是那是它 它怎么说怎么好 叫城市 就把这城市大骂了一顿 说城市是什么 一罪蛆 一罪动物 人和人挤着 破坏了农业 破坏了环境 破坏了道德 哎呦 我觉得真有绝的 没事 这里的有一个东西 从来没有人谈 就是卡扎菲对现代化的这种反感 就是他坚决不许 坚决拒绝现代化 您去过利比亚吗 没有 没有 咱们说利比亚是不是 也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 但是他有很多的部落 他在就是说 他是69年政变上台的 他们59年好像才发现石油 就是靠卖油突然就 人均GDP比中国高多了 还一下起来 可是之前他们是很落后的 很那个就是很穷的一个国家 那他的那些部落 我就说就听说这个哈扎菲出行 哪怕到外国访问 到美国访问 他很多在白宫外 他得支一个帐篷 我就发现你像最早期的 就是社会主义 你包括这个鲁迅那兄弟 叫什么周作人 周作人 原来在日本的时候 就很受影响 就专门到一个农庄 说这个东西就远离都市的那些脏的 那什么自耕自重自吃 甚至于你像咱所谓革命领袖 葛瓦拉 葛瓦拉还当什么 当年当他古巴国家银行行长 他根本就讨厌钱 这还甚至说盖银行大楼 把那设计师叫来 说你是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 那人说我是小资产阶级 说你为什么设计一层楼一个厕所 他说革命了的人也需要上厕所 他说不用 他们可以爬楼梯 你看实际他在主导一种 就是说生活的极简 简朴 简朴 远离就像您说的这种现代化的生活 觉得那是腐败 他这个卡拉贝的这个所谓小说里头 我看的最逗的是什么 还不是这些一般的骂 他里头就嘲笑着足球 他说最不可理喻的 完全不可理喻的 一边出十一个人 争什么呢 争那么一个小橡皮子那么一个小疙子 这两边又疯闹又叫 他说这个实际上有没有比这个更无聊的东西 可是他自己的三儿子不就是一个疯狂的足球迷 还打足球 还当足写主席 他说他是意大利俱乐部 对 就是 这个你要允许 这卡拉贝他写的作品和他 比如他国家对体育的政策 这可以是两个事 他这个是作为一个写者 一个写的人 一个写作人 这个谁老舍爱用一个词写家 他不愿意听说 他作为一个写家来写的他的个人的观感 这个呢 这甚至和韩富渠一样 但是真的是假的就不知道 说韩富渠说是他这个看人打篮球 哎呦说这孩子们太可怜了 大家都争一个篮球 以后多买一个给他们一人一个 哈哈哈 这也可能 韩富渠的段子 这是段子 这是段子 实际山东人对韩富渠的印象 也没有那么坏 那是另说 这个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说不喜欢现代化 不喜欢城市的 这是一大部分作家都这样 对 是 相反的一个作家说 哎呀我多么喜欢城市 你这作家吃不开了 是不是 你不能守护 要守护大自然呢 要守护田野 是 我特别同意 您这观察就是真的是文学史上大 好像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 就文人是反现代化的一个主力 主力军 除非是不是叫都市文明到了一定的成熟度 甚至在糜烂的时候 这时候才出现一个真的城市文明的大作家 你看那个是梭罗吧 这个瓦尔登湖啊 对 他上里头也是啊 说生活应该很简单 吃的东西越简单越好 对 你看瓦尔斯泰 都是这样 对 但是具体到了卡查菲这儿呢 情况又又不一样 因为他毕竟 他首先他还不是一个写作人 他首先也不是咱们做协的会员 他首先他是一个独裁者 是一个统治者 所以我觉得这种文人或者诗人 当了这个国王也好 或者是总统也好 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对 他那个抒情化的倾向啊 就文学化的来看待人生 如果他纯粹是一个作家 绝对有他的审美的意义和对 现代化的这个问题的质询的这种价值 可是如果他一旦变成了统治者 他要对整个这个社会方式 或者是整个这一套要有决定权的时候 这很恐怖了 但是这个是 我还发现往往这一类的领袖 有这个爱好 哲人文人 你比如像查维斯嘛 查维斯现在写微博 包括卡斯特罗在古巴 人退了 但是每天写一段写一段 命名为菲德尔的思考 就是每天给全国人民讲 你像查维斯 他查维斯也是每天写 写微博给全国人民讲话 但是口吻都是爹对儿子 就是他的文化 我没看过 但是这样的是很多 因为我除了读过 就是最近读了卡达菲的所谓小说以外 我还读过萨达姆的真正的小说 那绝对是真正的小说 你说好 不是 因为他很信任 他就是写一个部落首领 听说他国内将军发动了政变 把国王给赶走了 这部落首领为了拍马屁 赶紧给这将军致电祝贺 但是当地没有邮局 他为了去邮局又赶上雨 走泥泞的路 走了两天 48小时以后到了邮局 把这电报稿交给那营业员 营业员一看吓死了 你怎么敢交这个电报稿了 说是这个国王已经平叛成功 这个将军已经毙了 这是小说啊 这部落首领一听 好呗 改了给我 给国王效忠 祝贺他平叛成功 这是绝对懂政治的人的黑色幽默 这是政治预言 这是政治预言 而且最妙的是西方怎么分析呢 说是萨达姆用这个小说来论政 在伊拉克除了实行专制独裁以外 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他们当地的政治就是这种水平 当地的首领 当地的 这个我也没想到 这是西方人 他是反正瞅着别扭的 都有点独裁的 您这么一说 我觉得这个卡扎菲里边有一篇 叫《逃向火狱》 对 也有这个意思 他就对这种民众崇拜一个独裁的 有所谓charisma的这种领袖的心理 和他一旦一相反 就把你踩在脚下 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对这种乌合之众的心理 其实他是有深刻的心理学的 而且这个都写爱情故事 但是这个我咱们广告之后 我得请教一下王老 这个爱情有什么寓意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也看有人对这个萨达姆写的小说的评论 就是说啊 反正往往都是像个古代预言 然后里边有个英雄 对也有美女 也有这个爱情故事 但是呢 他们也是这么认为 就很多分析 就是他这个爱情 也是象征着什么政治啊 什么家国呀 这一类的主题 是 这不优得让我想起啊 那这中国凭这个古诗的一个传统 实际上我作为一个学生啊 我一直不太理解 比方说他们说诗经 是吧 这个观观俱咎 在河之州 窈窕淑女 君子好囚啊 历来研究 这都是在写这个大臣和皇帝之间的这种关系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有时候也会怀疑 还是说这就是个淳朴的当年爱情的民歌呢 不这美人香草 至少从处辞以来就一直被当做一个 其实是君王和臣子的关系是吧 是是 一个他这个这一类的东西 问题是他 你说的是巧合也行 就连那个文婷云的这个菩萨满都被解释成 就是那个深了 就是被被被遗忘或者是被被冷淡的臣子 说是有没有人喜欢他 所以他这个拦起弄峨眉 什么弄妆抒洗池 就是他早上起床 连化妆都没有兴趣了 也没人爱他呀 但是我觉得这好像真的是中国文学上的一个特色 中国就是一种特别阴性的文化 这种文人对帝王的心思用这种方式 这么缠绵翡测的 这种柔软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读的有的时候有点起鸡皮疙瘩 你从英美的诗歌里边理不出这么一个明显的 这种他又不是研究 他有歧视精神 但是很难说把这个给彼复到什么 可是刚才说的那个中东有 这个萨达姆有另一个长篇小说 而且是在那是叫海湾战争吧 就是原来那个老布什发动的 老布什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写的 他写一个阿拉伯的少女 怎么被这个所谓被监恶 而且说天理的他是阿拉伯少女呢 比喻的就是伊拉克 而这个强暴者呢 美国 比喻的就是这个布什老布什 对 这个当然美国人绝对不会是不会这么看的了 他充满了感情写这个东西 这究竟是他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做比喻 他是一个弱势民族的心理吧 弱势民族的心理有关系 可能 另外他说就是被什么铁骑禽瘦熔炼 对对对是这样 再一个他要煽动 他有煽情性 因为我原来看那个第三帝国呀 他里头引用的就是希特勒 他返游 返游的时候希特勒他怎么返游呢 他就让大家来想象一下 说一个犹太的一个 一个无耻的一个男人 摁住我们一个热尔曼的一个女人 来进行这个强暴 这个一听大家这个 说好像你我们自己为了保卫我们本民族的女性 对我们就得起来 就得就得把犹太人 可爱可以拱火 而且你看 在拱火 拱火 我们说这对 可是他这个拧巴在于 你要是真看当年那个磁带 就是那个希特勒演讲的时候 希特勒是一个长得很女像的人 就是一个瘦小的一个 他那个时候提倡那些健身的什么 就是说我们这个 Aaron就叫什么来着 热尔曼民族 这个这个都是非常强健的体部 男女都是这样 他的运动会真的 你一看后来看那个什么抑制的圣 那个片子拍的好极了 就是这种人体的健美 可是这样一个教主 确实这么一个柔弱的 一串小胡子有点喜感的这么一个人 你看他演说的时候 他又是以一种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很阴性的方式 来煽动起这种就是男性的这种被女性 就是被女性化了还是怎么 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拧巴 我可能没说清楚啊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因的东西 因为因煽 煽起一种就是男人的一种就是 邪火 邪火 觉得我绝对不能当 这个是特别能煽动人的 特别能煽动人 特别能煽动人 最后尤其是成了领袖以后 就说你侮辱我们的妇女 对这个例子 这个是血里边的东西 这血里边的东西 他立刻血 什么是血性 血性 要不说血里边的东西 没错 在这个一个民族走弱的时候 是特别的 尤其是这个民族曾经光辉过 曾经有这种就是马上 或者是有这种大文明的 这种光荣的记忆的时候 而且就是说你这种人 要不咱们他都不是一般人 像希特勒什么的 对他真有一种 就是说震击国家的那么一种 你比如说我记得那天 我看一段话 他临死前 自杀之前写的 你说他临死前 他想什么 他就说 如果德国这个民族 不能够去奋起反抗 什么英国美国俄国的话 那么这个民族死不足惜 他会这种文学的力量 他会这么说 对 觉得你们连抵抗都不敢 对吧 你们全死都应该 你看希特勒他能这么想 刚才您还说这么一个词 也是我最近 对我也有点刺激 就是写性 写性 什么事最近怎么老说写性 我怎么有点处啊 甚至有什么新的西雅主义 对啊 对啊 这么文学化的煽动 我觉得 写性和理性 我们还是 咱中国还是来点理性吧 你给我写性 写性咱们干嘛呀 比如咱们 要干什么呀 比如咱们号召 假设咱们这枪枪三十零 是号召大家写性 号召完了以后 您怎么表现呢 所以王老师 不是咱俩咱俩 咱俩 见坏人就咱 见贪官就咱 哎 回来人家还宰你呢 你 你确实 他这说的挺有写性的 到最后 最多爱国贼啊 现在网上的说有一批 就是这种用用这种爱国的激情 淹没你的理性 最后枪害的是谁呢 其实是你自己这个民族 其实写性啊 你要真实说科学分析它的成分呢 它是什么 它是肾上腺素 它是各种内分泌 它是让你这个人呢 一下子起来 像像他们说的本能的反应 战或者逃 对 这是血性啊 可是这个东西也很悬呢 不是 你如果假设说啊 假设说 现在你处在一个战争的状态 你在这一面 你讲讲 我觉得也还是我能够理解 是不是 你如果是和外敌正式进行殊死斗争了 那时候又顾不上仔细分析了 说你有三条优点 那条缺点 我虽然有三条优点 我还有八条缺点呢 那你不能那么精通了待的 血肉铸成长城了 这我就现在出什么事了 这写硬上了 闹闹什么呀 我这真的不是当面说啊 我真的觉得就是作家当当政治家当官 真的有个节制 这个我觉得王老师 比如说当个文化部长 没问题 就像马尔罗一样 马尔法国的马尔罗 在他各个时期 他也是当了文化部长 但是文人是要以文章传世的 最后人们记住马尔罗的不 那个当文化部长只是个花絮 记住的是人的命运 人的状态 他那几本小说 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 如果这个文人真的最后觉得 我的这种文学化的想象 能够改造世界 改变这个民族的命运 而且他有了绝对权力的时候 这绝对是灾难 不是他这个浪漫的东西 一般来说 脱离了实际了 因为他有时候这个作家的好处 可爱之处就甭说了 是不是他很有感情 他是不是动不动 动不动 咱别写性 我有时候到有点类性 就是一激动我这两眼 两眼睛他发生 类性有一点 类性还挺好 写性我也没有到激动的时候 我说说把这个动脉割开 给让大家看看 我干嘛呀 是不是 我都没有 我有点类性 那倒是有 但是 这个又有一个奇怪的是 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从来就是 从文学的好的这一方面 我就是文学这东西 对于这个政治里头的 有些不干净的东西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抵制 为什么呢 就是你不要光从这个实力 光从这个什么事 对你有好处 对你家官近角有好处 或者对你这个集团 近角有好处 你能够多从这个正义方面来想 对 类似的观点呢 就又有恰恰相反的例子 就是秘鲁的这个略萨 略萨 略萨呢 他写文章呢 他写的文章 和我20至30岁时候的观点 完全一样 他说就说什么呢 就说文学本身 他要求的是人性 要求的是人道 他要求的是理想 要求的是美善 他反对的是专制 反对的是独裁 因此有文学 就不会有专制和独裁 哎 这就恰恰相反了 那怎么卡扎菲也有文学 卡扎菲也有文学 萨达姆也文学 萨达姆有文学 米洛舍维奇是诗人 卡拉基奇 卡拉基奇是剧作家和小说家 可惜我咱没看过他的戏 斯大林也喜欢文学 然后据说普京也喜欢文学 我是听那个赫鲁小麻说的 对 所以这都对文学不见得是好事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发现全世界人民都喜欢 往淫魔方向上聊 你也出事 现在基本上我发现卡扎菲 原来也是个性狂热 好家伙 原来说什么美女保镖 卡扎菲带儿子一块强奸 对 然后怎么就就开始这些故事 就开始散布出来 不是说他的这个女保镖 都是处女吗 对 就是来的时候是处女 来的时候做艾滋病检查的 做艾滋病检查 来了之后 被他这个父子都强暴 强暴之后 然后逼着女保镖去枪毙别人 这是 他文学的小说里边有一篇 就叫死亡 我看 那里边就是说 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这倒是挺文学的一个起头 就说死亡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没人知道 然后讨论了半天的结果 他这个小说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就是说 如果是死神是男的 那就要抵抗到底 如果这个死神最后是女的 你就要向他投降 这时候就等于要死在女人的怀抱里 对吧 挺好 对 王老师我倒是有一个问题 您是从事心理分析工作的 没有没有 这个以卡扎菲 您看他小说 他这么一个生活在一个文学幻象当中的人 他会怎么了结他的最后呢 你假想的话 我假想不出来 但是我认为卡扎菲他也不仅仅是一个个人 他反映的是什么呢 他反映的是就是类似像利比亚这种国家 面对着全球化 面对着现代性的那种进退诗句 那种甚至带有一种仇恨 阿富汗也是很明显 也有这个问题 我甚至要说 就是中国的有些边市 就是边疆这些事情 也和现代化和非前现代化之间的冲突 这个焦虑 也有关系 现代化使人焦虑 焦虑对 所以卡扎菲后来也发动了文革 就在他们国家 在七几年的时候 发动了他们国家的文化大革命 出了他的绿皮书 然后整个绿皮书 就跟小红书一样 有一套的这种人的生活方式 好 好